- 是不是有人跟蹤我們嗎? - 走一步吧! - 走一步吧! - 走一步吧! - 嚇死人了! - 嚇死人了! - 嚇死人了! - 你們都害怕嗎? - 就是你才害怕啊! - 關你事… - 關你事… - 我覺得有些東西在後面… - 幫幫我說! - 請走啦! - 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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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 救命啊! Evonne with there! - osphito Siekyi… - 第三季的最後一集 - 我知道你們很需要我! - 又是你呀! - 其實我們的歸人是師父- 替答員叫舅舅 - 不是…其實我很需要你們 - 小馬淵喔! - 然後就叫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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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 激小鱗! 天天,出外景是不是很辛苦啊? OK啦 那你先喝一口水吧 好啊,水呢? 天天,你濕了 你都看到了,不用說這種廢話啊 但我認你不夠濕了 什麼啊? 好濕啊,好濕啊 濕了啊 那這次學是學非真是上天下海 由頭濕到下腳 既然來到最後一集 究竟心理隊長會有什麼十身挑戰給是非正呢? 好啊,你們這麼喜歡玩水吧? 好啊,跟你玩夠他 面前有幾樣東西 全部都是吸水的物件來的 你們做了學時學非這麼久 應該有些常識的了 哪一天吸得最好呢? 分別有 大人的子尿片 癡子 海綿 麵粉 還有貓沙 選一件東西放進水裡 那麼多人吸走水 你就沒事了 吸不走水 水就… 兜頭淋啊 哇 哎喲 心理隊長 很小器的 等一下 我們就要坐在這個特製的裝置下 接受淋水挑戰了 每個是非正選了一種吸水物料之後 就會放進水桶裡 放完就會倒水下去 看看誰可以挑戰成功 拔走桶底的木室 當然不會漏水了 阿川哥 你好像打上頭了 這個 很搭你 好像河 河蘭渣魚牛奶 那些 河蘭川哥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粒子 其實吸水的濃度也挺高 不是啊 它們會馬上吸得很快 是啊 我覺得是貓沙 貓沙? 我們都要貓了 為甚麼你又想選貓沙呢? 因為我有養貓 我也是 那又怎樣呢? 它們一吃就吸水 我有留意的 因為看著那時候 它的水是不會向下流 因為它先選擇 所以你倆要選其他東西 好啊 我選貼紙 我選貼紙 我貼紙 起碼吸水能力比通通的海麵 好 為甚麼你要選海麵 因為沒得選 咦?第五樣應該是你試 那會展示我自己真正的身份 因為會變成小白獵 好 我就用這個麵粉做小白獵 好啊 好啊 不要說那麼多了 聰明湯選擇海麵 開始啦 好了 滴贓博士 你覺得四個當中 誰會濕身呢? 我呢 就是希望 每個人都濕 跟我想的發音一場 好了 來了 這個就是海麵的 阿湯準備好嗎? 還 1 2 3 好 現在 水喉 我講 我講 很痛 好 靚胎一拔掉牧生 就像在浴室沖浴 開水喉一樣 朝頭淋 這隻海麵一點也不吸水 濕透了 好 下個挑戰者就是 生命BB 他選的是貓沙 究竟BB會不會濕身呢? 1 2 3 2 2 1 1粒 1粒 有沒有這麼誇張? 滴水不漏 唉 貓沙吸了水 生命挑戰成功 那Sammy選的廚房紙 又會不會幫到他逃過一劫呢?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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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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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5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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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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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氧和礦物的一些化學物 裡面的結構是一層層的 一層層的中間有很多空間 空間可以儲水 所以可以吸很多水 資料片裡面有一層是很吸水的 那層我們叫做 這是一個醉合物 這個醉合物的結構是一條條 像鏈狀的分子 如果你想想鏈狀的分子 如果大家拉著手 大家在中間有些空間 空間就會吸水 這些醉裂片可以吸成 三至四百倍的水分 所以一塊醉裂片可能吸到兩磅水 例如我們有些棉花 其實不是棉花 因為棉花是植物造的 棉花其實是人工棉 人工棉其實不吸水 它是隔著水 粉就有少許吸水 但如果太多的時候 你就會弄得像虎仔一樣 好像張水 所以就在你的頭上 紙其實有些用木張煮成紙 其實木 所以有些叫做纖維素 其實纖維素的結構可以很吸水 明白 問題是因為只滾過 所以空位很少 所以吸水的能力是九倍 明白了 這個建律過拿著麵粉 博士,是你租養的時間 放在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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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小姐 你是腰痛 還是你的臉部肌肉抽筋 你看不到 撞樣子嗎 我在這裡練習 我們的船長這麼撞 當然要練習他 像他一樣 不要輸給他 我們船長的撞 這麼硬 還有些膠 不就是了 那你也學他 要學他 也學我這個瓶 多撞 平時把瓶放在斜台 就會滾下去 不過聽說有個魔法瓶 可以對抗地心吸力 滾都滾不到 還會好撞 這麼神奇 森榮的瓶跟奔榮一樣 這麼黑 他有多撞 他跟奔榮一樣 這麼優秀 這麼優秀 看著 你看看他 多撞 他真的撞著撞著 還會這樣 很自然 裡面有些東西 裡面肯定有古怪 裡面其實是秘密 哇 白痴 怎麼會 其實沒有什麼秘密 那麥克風 裡面是什麼 森榮應該加了一些 像蜜糖這麼濃稠的樓梯 但裡面除了蜜糖之外 還有另一個東西 哇 他加了鐵珠 下去 令到它重一點 轉得下來快一點 蜜糖這樣平放的時候 它的質心其實會在正中間 但當它轉少少下來之後 蜜糖就會放在後面 質心就會後移 它就會給它接觸點的後面 所以它就會令到瓶不轉 這個瓶這麼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質心後移了 整個瓶的質心去了後面 令它停了沒有動 當蜜糖慢慢流下來 把質心去回前面 就會令那瓶突開 然後轉一瓶 但如果我找些稠一點的東西 還可以再戳一瓶不明 阿明 心泳 你試一下就知道 你不會戳得過 先不要讓我太大口氣 我用些稠子滿的瓶子醬 再戳幾下 還不戳得到飽 這次 我一定會戳過心泳 你真的覺得 是 挺有 挺難做的 來 給你拼一下 嘩 我挺瘋 挺瘋得瘋得 他瘋到頸部 為什麼會不動 會瘋瘋了 也有一點 他瘋瘋瘋的 他在瘋瘋瘋 嘩 磚子象也動不動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瘋瘋瘋了 當然了 你這個磚子象太極了 像剛才所說 它轉少少下去之後 它的質心就會去了後面 但是你的磚子象太極了 他經常都在後面,所以就阻礙著他,轉不下去 你跟這個瓶很相似 看來錯,看得我們眼睛睛 是的